大家好 我是文瑞 最近谈到中国的整个大规模失业的情况 很多人已经麻木了 没有感觉了 因为这样的消息太多了 谈到企业裁员 很多人也是看到各种各样的消息 到处都是这样的内容 中小企业也在裁员 包括一些名企业 大企业 国有企业 甚至包括一些很高大上的企业 大家比较了解的 像什么阿里 腾讯都在裁员 这些消息出来以后 很多人看到这些 这些互联网大上裁员 大家可能会画一个问号 这些企业好像经营状况还可以 为什么裁员规模这么大 有人说是29% 有人30% 但是还有一些 其他的互联网企业 他们裁员的规模更大 包括最近这两天 我也看到一个消息 就是美迪空调 美迪这个集团 他在去年整体的营收挺不错 已经超过格力 包括他的利润也很好 但是他也在大规模的裁员 裁员的整个力度是非常大的 就是为什么 这些高科技企业 特别是这些互联网企业 他们为什么裁这么多人 那讲到这个 有人可能说 他们也看到了 未来的情况不太好 他们也要就是说过冬 他们要轻装上阵 当然这么解释也可以 但是这两天 我看到有一个国内的自媒体人 他的解释 我觉得很明确 他透露出了中国经济的 一个非常大的信号 就是什么 这些互联网大厂 他们可是掌握着大量的数据的 他们看中国的经济 跟一般老百姓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说中国经济不好 对不对 我们只是简单的看一些数据 凭自己的感觉 对吧 跟自己的亲朋好友 沟通一下 感觉这个经济是不太好 但是这些互联网大厂 他们是掌握着大数据的 他们是通过 整体大范围的人群的 就是说一些数据的变化 来看中国的经济的 你比如说阿里 他就看阿里法拍 阿里法拍到底有多少法拍房 对不对 这个阿里法拍的数据 现在已经不公布了 最后达到的数据 是将近200万 但这200万是真是假 我都画一个问号 因为中国政府不允许 你把负面的数字 真实的披露出来 后来这个数据就没有了 但是阿里他们自己 是能够看得非常清楚的 到底有多少人断供 多少人在要进行法拍 这个数据他们是掌握的很清楚的 那么未来的趋势又是怎么样 他们就由此可以判断 中国房地产未来的走向 我这个只是简单的说了 你包括他们可以通过 淘宝天猫 看整个中国消费的下滑的速度 包括他们可以看到 中国老百姓 现在他们花钱的消费结构是什么 他们也可以预测在 未来中国的整个消费的走向 经济的走向的程度 对不对 包括他们可以通过花贝借贝 看看到底大家都谁在借钱 这些人借了多少钱 对吧 借钱他们还贷的能力如何 还贷的速度如何 他们借了钱以后花在什么地方 这些信息 他们通过大数据的分析 看的是一清二楚 明明白白的 他们也可以通过这些数据 看一看未来经济走向如何 然后看看这些情况 数据对自己的那些核心产业的冲击 又是如何 所以说他们可能在自己 目前的经营状况还可以的时候 他们通过这些数据以后 他们可能会感觉非常吃惊 我觉得他们分析的这些数据 肯定比一般老百姓想象的要差得多 他们能够真正看到中国经济恶化的程度 所以开始未雨绸缪 开始要提前大规模裁员 使自己能够在这个漫长的言动当中走过去 所以说在未来 我们看中国的这个经营情况 这些科技大厂 这些互联网大厂 他们裁员的情况 就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指标 他们的裁员越严重 就说明他们对中国未来经济的预期越差 在未来五年甚至十年 整个中国经济可能是都出于严重 出于低谷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核心的指标 大家可以去参考看一下这个事情 然后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我想谈一下就是什么 现在我们在看到中国的网络里面 很多人在传这个消息 也不是传了都已经真实的 就是中国政府在包括一些银行 在严查老百姓的流水 但这个事情以前就开始做了 但最近查的就是非常严 很多地区有人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是自己的卡被冻了 被冻结了 然后怎么说呢 就是说严查流水 政府的层面考虑 就是说他们可能会说的很冠冕堂皇的 就是我们要保证民众的资金安全 不能被人骗等等 这些话咱们都可以不用信 当然你说他为什么查流水 这有一种原因可能有人说 应该也是 就是中国政府担心大量的资金流到国外去 通过这个地下全装 他可能就会查这个流水 你这怎么回事 你这钱流到这个账户 对比这么多钱 为什么 这是一个原因 但是我觉得 也有人在提这一点 我觉得说的挺有道理的 就是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地方政府没钱了 对吧 土地财政也不行了 然后就正常的收税也收不上来了 怎么办呢 他就要增加这个从老百姓身上 挂油的这个力度 就是从这个个人所得税上下手 对不对 严查你的这个信用卡 包括你账号的流水 你这个钱怎么走向的 比如说我看到就有人提出这样的一个观点 就是他说的应该是事实 就是比如说你的这个卡号账号 有5万元以上的到账 那么银行就会把这个信息 直接转给当地的税务部门 那税务部门就会来找你 说你这个钱到账了5万块钱 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知道现在国内很多人做生意吗 他其实也不需开发票 只是在这个通过支付宝 通过这个微信支付互相这么转账 对不对 那人就会查 你说你这5万块钱 为什么到账 原因在哪 你给解释解释 那你一般解释 你不给你说 我从别人那借点钱 从我那哥们那借点钱 从我兄弟那借点钱 你这么解释 人家肯定不能信服 他肯定要给 要让你拿出这种非常非常多的证据 对吧 你要彻底能够证明 这个钱不是你的营业收入 他才能放过你 否则的话 他就会从你身上加征关税 不加征一般的税 个人所得税 对吧 现在就这样一个情况 对不对 他就整体看你资金流动 只要他觉得你这笔资金 是营业收入 他就会要从你身上加税 这就是中国政府 目前的一个情况 地方政府 真的是没有钱了 一点钱没有 对不对 反正可能还有一点吧 但是现在他有什么 有什么办法 就现在无非就是两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就是 加征房地产税 但是加征房地产税 这个事情呢 也不太现实 不太敢 目前来讲不太敢 因为 本来现在房地产 对吧 你看恒大 什么碧桂园 对吧 这些公司整体的那个状况 对不对 特别特别危险 你在这个 这个档口上加房地产税 那等于说是给这些房地产企业 对吧 这个路头上最后一根稻草 就加上去了 那这个中国房地产 可能就要趴下来 现在中国政府还不敢 但他其实是非常想加的 那么房地产税 如果都不能收的话 那怎么办呢 那只能是想尽办法 从底层的这个老百姓 身上捞钱 很多这个 这个就是说 地方的这个官员 他们也知道 就是很多老百姓 互相做买的的时候 就是这些小额的 就通过这些 这个银行卡转账来做 对吧 其实中国的这个税收 本来就很高 特别特别高 老百姓这么做 其实我觉得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就到了这一步的时候 就是中国政府 开始 就这么搞 从老百姓身上挂最后一滴油 总之吧 你就看这两件事 一个是互联网大厂 大规模裁员传递的信息 和这个就是地方政府 就是银行查老百姓的流水 你就可以看到中国经济 现在已经差到什么程度了 前两天看到一个视频 其实也让人感觉很心酸 就一个母亲带着一个孩子 要送孩子去幼儿园 她在打工挣钱 但是幼儿园要的钱 可能是300多块钱 她兜里可能也就剩200多块钱 送不了 然后中间还有一个场景 就是说 她要去嘛 然后幼儿园老师说 你要不要付另外一笔费用 就是给孩子吃这个奸餐 就是这个牛奶和水果 应该是 就70块钱 她都考虑半天 这到底就这么点钱了 我看到就是 我也是养孩子 看到这种情况 我真觉得真的是 哎呀 挺可悲 所以整个中国 目前的这个经济情况 不论就是这些岁月净好 都觉得多好 但整个中国这个经济情况 像很多人讲 虽然现在不好 但是可能是未来五年十年 最好的时期 现在 像整个这个 中国经济的这个恶化速度 就是我每天在观察 恶化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整个从物价 到什么负债 汇率 到这个失业等等 这些情况 下滑的速度非常快 哎呀 大家都做好心理准备吧 行 今天先聊这么多 咱们下 这一集先聊这么多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